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Cats Love 和大家一起来看 溫哥华12月份的地产销售报告 往年的12月份是销售的淡季 Christmas season 可能都会选择休息 又或者趁着大旗到内地去旅行 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 我都被迫留在本地 所以今年的12月份反转了 一贯12月份销售淡季的常态 楼市仍然是非常活跃 我们一起来看12月份的地产销售数据 今年12月份是卖出了1026间的特立屋 比起去年同期的599间 是足足上升了71.3% 而独立屋的基准价已经去到1554,600元 比起去年的同期是上升了10.2% 而比11月份的时候是上升了1% 我们再来看Townhouse 今年12月份卖出了593间 比去年同期的364间是多了62.9% 而Townhouse现在的基准价是813,900 比去年的同期上升了4.9% 而比11月份的时候稍微下跌了0.1% 最后我们来看Apartment的销量 今年12月份的时候一共是卖出了1474间 而比起去年同期的1053间 是多了40%的销量 现时Apartment的基准价就是676,500元 比去年的同期是上升了2.6% 而比起11月份来说 价格是没有任何的变动的 最新的2021年的房屋股价 BC Assessment 已经出来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政府的官方网站 www.bcassessment.ca 查询最新的物业股价 如果你想了解大温各个美观更详细的地产分析 请点击以下连接 如果你有兴趣想知道更多地产资讯 记得share,like,subscribe我的频道 又或者留言下方 我都会待会介绍你们的 下期再见,bye bye